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了 干净的网布 如果你的作品是纯白的 麻烦你们用一块新的网布 不要 哎呦 还有这个 这个球可能也要注意一下 就是这个球跟那个网布上面 都会有一些脏的 被弄脏的羊毛的色调 所以说你们如果要做白的东西 一定要用一个干净的网布 我等一下就是找一个 有一个 刚刚那个球有弄到一些 那个自然色系会勾养毛 你如果用那一块脏的网布 跟这个沐浴球的话 你的作品会脏掉 如果你想做纯白的东西 要注意一下这个网布跟那个 沐浴球要干净 哦 感觉这一段又 太啰嗦了 就是 哎 今天怎么会讲得那么细节呢 真的是 今天我预计一整天要拍一个这个 一整天哦 所以你们不要觉得说 哦 我们好像就是 上个厕所的时间就做好了 没有没有 这个我今天预计一整天来制作这个 然后还有整理影片什么的 挺花时间的 所以你们可以算一下我花多少时间 在做这个频道 真心诚意的想要分享教学内容 OK 但虽然你们一定是快转看的 应该不会听到我讲这些话 好 你们会静音跟快转 然后沾画表面 然后就是接着滚动缩小 然后我等一下就把这三个东西一起滚动缩小 然后沾画 那等一下我要剪开这个东西 就是等一下有一些塑形跟剪开的时候 我再开机来跟你们讲这个 OK 这好像那个哦 日本过年的净饼 净饼 麻糬两个叠在一起 第一次去日本觉得超可爱的 OK 先这样咯 好 花一小段的时间来讲塑形 就是刚刚我其实花了一些时间让表面沾画了 然后这个地方 这个就是帽子的部分 然后帽子表面沾画之后 你要把它这样 看一下哦 把它拉开 不然这两边会硬掉 这两边会有一条很像毛毛虫的东西硬掉 所以 你要把它两边拉开 然后用这个方向去搓形 看得出来吗 拉开之后 这个地方 边界的地方 要把它稍微整理一下 才不会有一个 这个边界 好 这个要注意 这是我 缩小的一个 手法跟动作 注意造型 立体的东西要注意造型 OK 然后另外围巾的部分 围巾的部分因为它长条状 它很容易变形 然后长条都把它 折起来 就是 你不要用随便的方向去整理它 你可以把它先折成 一个 有秩序的方向去搓形 像洗衣服一样 不要歪七扭八的去 那它其实边界自然的会有一些 这样子的 的形状不要管它 到最后我们可以再用剪刀稍微修饰 或者是整理一下 这样子 好这个形状就是长条状的 这样去整理 会变形 然后第三个要讲的就是 它每一个东西 这个 或是它表面已经缩小了 然后搓洗的时候要注意 就是不要让脏的东西勾到这个羊毛 那我现在到这个程度之后 一样我会把它拉开 因为这个边界 才不会有形状 拉开 看到拉开 这边下面一样拉开 这个是在缩小 缩小缩型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环 看到我这样子缩小 它边界才不会有一个形状 它出来最后成型 才会是立体的状态 然后你把它折回去 反正就是你要这样子 平面的缩小 然后注意一下立体造型 这个部分 两边左右两手把它拉开 搓洗 这是在做造型的时候 很重要要注意的事项 本来不想开那个录影席了 但是这个部分 着实的相当重要 所以 还是跟大家讲解一下 然后持续缩小到 等一下来剪开口 整理它的形状 等一下 就把它缩小到可以整理的形状的时候 我们再来继续讲 好到了沾画 差不多洗一洗之后 这个段落 然后我通常都会休息一下 就是说 如果你进展到大概这样的状态的时候 然后我们要来剪开口 那剪开口大概大致上在这个位置 先把它压平 已经有点找不到刚刚原本那个板型的感觉 找不到那条界线 会在那个界线上面 这个地方 剪开口 剪开口的时候 就小心一点剪一个小的就好了 现在大概 这个大概 十元硬币 那两三公分嘛 等一下还会再开一点 但是先把它 版型 取出来 然后先 先把它 弄得比较平准一点 取出版型 那这边可以稍微开一点 因为我经常做口径 所以我大概也可以预测剪多开 不会差太多 习惯了 但是大家不习惯的话 就是稍微剪 稍微剪开一点点就好 这样子 剪开口 等一下再去确定 到底要剪到多 剪开口之后再继续缩小 围巾的部分 它势必会有一点变形 变形的方法你就是用手 去调整 去拉 让它窄的地方 变宽 第一个部分 你可以不剪之前 你可以先用调整的 那如果觉得 你觉得凸出来很多的地方 稍微修剪 但是我不觉得这个部分 需要修到很多 你也可以再 一点点 修剪 凸出来的部分一点点修一下 是 它的线条感 还是会有差异 不要修掉太多 因为等一下围起来 你不会看到那个变化 那你修掉就只是浪费掉 修掉之后 反正就会再调整 稍微修一下 等一下还要再去沾化 这个像长度这边就不管它 那你看你要剪几条 如果要剪四条的话 我就 从一半这边过去 然后再 刚刚又中断了 就是 反正今天就是 废话太多了 废话太多了 导致刚刚相机也没电了 没电了 我就顺便去喝个咖啡 吃个饼干这样子 因为做羊毛毡其实很费力 那我中间就是会 我通常都会准备一点点心 准备一些自己喜欢吃的东西 然后中间会在这一种段落 可以停下来的段落 吃个点心 甜食 然后鼓励一下自己 加油 在这个段落 就是 对啊 那我想大家都会有一些 鼓励自己的方法 那你有可能没有那么长的时间 做 那你又要分段 这个点就是可能可以分段的 就是你取出版型之后 就等它晾干 有空的时候再继续做 这是一个可以 气泡纸记得取出来 不然放在里面会臭掉 就是说 顺便给你们讲一下 可分段的时间 那它剪开之后 会有这个形状 你要自己把它 调整一下 先调整 先调整 剩下一点点 落差的时候再修剪 不是说 大部分都 因为我们剪掉这都是真正羊的毛 所以要爱惜这个 它也算是一个 有生命的一个材料 先把它然后再调整 你可以慢慢的 像这个地方 刚刚弄不到的地方 你就可以自己去调整它 那剪开之后就是 再去做 再继续缩小 譬如说 帽子的尺寸啊 差那么多 差那么多 所以等一下就是 修剪完之后 要再去缩小 再调整 等一下再来看 那调整好之后 还没完 还要封口机 好 先这样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也可以